今天呢我们也给我发视频过来 他想了解一下中国这边的小伙子 他们是不是都一样的 我家里在小鲁鲁鱼 大家好,我来做老娃叫杨玛丽 是想吃媳妇 现在我在吃米线 你也是杨玛丽吗 现在孩子又学会了 大家好,我是玛丽 她也知道说她是玛丽了 这个米线是我买的 不是我做,是买的 今天我唐妹给我发视频过来了 她今年有23岁了 她是99年的 她说现在她想找对象了 今年她也是上大叔毕业了 所以她想找人家了 我唐妹给我说 她看到我的视频 我老公对我非常好 但是就是有一点 老公在外面上班很长时间 然后再回家一次 我每天都是和公婆坐在一起 我有没有孤单的感觉 然后还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因为她想了解一下中国这边的收获 她说她也想找一个中国老公 但是她说 她如果说嫁到中国来 她就想着要和老公坐在一起 如果说老公出生了 把她换在家里和公婆坐在一起的话 她肯定不习惯的 她想和老公坐在一起 我妹妹呢 她也知道 从我结婚了之后呢 我就一直在家 然后我老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 很久再回家一次的 她说她特别喜欢中国呢 让她就是很有男子 她的样子就是 蛮有欢欣嘛 对女人孩子都是很负责任 很顾家 这一点呢 她特别喜欢想嫁来中国 但是她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每个中国人 结婚了之后都要 女人在家带孩子就要家务嘛 然后 男人要出外面上班挣钱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说她想和老公坐在一起的 如果把她放在家里和公婆 坐在一起的话 她肯定不习惯 学姐常了会没感情了 我妹妹妹问我 我现在在这边怎么样啊 我的婚姻 我和我老公都在一起 马上三年了 她都在家很小 我和她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今天呢 我的堂妹 命我还是挺多 各种各样的 我的堂妹呢 今年她上满大学了 在老婆的话 找工作 她说应该也可以找到 但是工资很低的 就是一百多万的老婆币 但是呢 上班的地方 还是要在大城市的 所以如果说还要租个房子啊 然后再上班 那电费水位生活费 加起来的话 一个月根本不顾 一个月货的 挣的钱太少了 一个月才挣了一百多万老婆币 那么你一个月在城里生活 差不多这个一百多万 也是换完了 有时候还不顾呢 她说还不知道 要出早工作 还是要在家搁交的 所以她想呢 她就想找一个中国老公了 要命名哦 等一下我吃一口给你 我给我妹妹说 在中国这边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 在城里上班啊 打工啊 做生意的 在农村 种地呢 很少 一般的人呢 都是老婆在家带孩子嘛 然后老公 出手挣钱 但是呢 也有的就是 和我一样 老婆在农村 然后老公在城里打工 也有的就是 两口子 住在一起 老公 白天出上班 然后晚上回家 租个房子 或者自己在城里 买个房子 各种各样的 什么样的都有的 我给我的谈命说 现在我老公在城里上班 然后我在农村 带孩子 这呢 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之前我刚刚 嫁给我老公呢 我也是想着 老公在哪里上班呢 我也是要在哪里住的 我老公带我去 我老公上班那里 带了两个多月吧 然后我自己 选择回农村 我想回农村的 有意呢 就是在城里上班 生活费太高了 如果说我要和老公 住在城里的话 我老公的工资也不是很高嘛 那么我老公 一个月的工资 我们一个月都花完了 根本涨不下钱了 在农村的话 青菜 你就不用买了 你想吃什么青菜 自己可以种 然后买一点肉就可以了 在农村 生活费 不是很高的 我和我老公 接风之前呢 是没有房 没有车的嘛 所以我们的梦想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车 想过啥好日子嘛 所以没办法了 就能这样分开 每个夫妻呢 都想和自己的爱人住在一起 哪有人要一直要分开呢 但是就是为了生活嘛 所以没有办法 就能这样 有家的地方呢 又没工作 有工作的地方 又买有家 所以呢 只能这样 一人在外面打工 一人在家带孩子 我和我老公 接风 马上就到三年了 这个三年以来呢 我都是在农村这边多 然后我老公在城里 回家的时间也是很少的 但是我老公每天给我发视频也是挺多 早上 中午啊 晚上 或者 10点 11点 要睡觉之前的 还要发视频 之前没有孩子呢 每天发视频这么多 也没有什么 或说 我老公也是一个人 不爱说话嘛 随便聊天的 他也不会聊的 一般的说话都是 要说正式的 他才会给我说 如果随便聊天的话 根本没有啥说的 但是一天也是要发视频 这么多次 我已经习惯了 如果哪一天 老公不给我发视频 或者我没有给我老公发视频 就觉得挫折什么 现在呢 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每天还是发视频这么多 现在呢 发视频过来就看看孩子啊 看看大的 看看小的 然后 啥后也没说 就这样的 但是我们也是 每次发视频都要20 30分钟 或者 没事了 都要发一两个小时的视频 不说话 我们也是拿着手机啊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也就这样子 我也搞不懂了 我和我老公为什么要发视频这么多次 我老公在家的时候呢 他看他的手机 我看我的手机 他也不给我说话 我们也没有什么聊的 但是呢 他在外边上班了 他什么时候闲就给我发视频 我起来的时候 我就想给我老公发视频 我们一天都是这样的生活 我也是挺开心 挺快乐的 虽然现在呢 我们没有天天坐在一起 但是在我老公心里天天游我 这已经够了 现在是很发达的 老公没有在家 但是他想给我买什么 在美团有选啊 或者在马上买客地 也是挺快的 我老公知道我的嘴巴 不是正常上火吗 然后正常疼 正常起胖的 我老公就买了这个腰膏 他还买了两个呢 我才说了 才两三天吧 然后呢 那天我拍了一个视频 我说我嘴巴这里起泡 然后吃甜瓜 吃得不方便 有网友评论说 他也是的 好不了三天 嘴巴又起泡了 他用了一种腰膏 然后就好了 我老公又在晚上查一下 他那个腰膏是这个的 然后我老公就买了三个 这里还有两个 我打开了 昨天我收到话 我已经打开说了一下 我老公又给我买了三个 这都是我老公自己 给我买的 我们有给他要 他知道我在家嘴巴疼了 他就给我买这么多的压膏 他知道谁说什么东西好呢 他都会 给我买吧 我说等 等我把这个用完之后 他再买这个吧 他说 我已经用这个都不过用 直接买吧 用这个等以后给他用吧 他就这样给我说 说话说多了 就口渴了 想吃甜瓜了 这个甜瓜呢 就是我们想新颜良的甜瓜 我们已经上架了 已经有十多天了 在我的主页出床都有 在我的视频 评论下里都可以下单的 喜欢吃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啊 这个甜瓜呢 有网友说吃多了会上火的 但是我这个嘴巴起泡呢 我觉得不是吃这个的 因为我都吃不多 一天我就吃了一个 就是拍视频的时候打开吃 但是也不是我一个人 从吃完的 我都分开给公公伯婆 我们一起吃 我这个嘴巴本来就要起泡嘛 有可能我生完孩子 然后营养不良嘛 然后我就嘴巴就起泡 各种各样的有因多 如果说正常的人的话 吃这个也不会说要 嘴巴要起泡的 如果说你正常嘴巴起泡的话 你少吃点 如果你没有这个毛病 说嘴巴正常要起泡呢 你多吃点也没事的 非常好吃 哎呀 太香了 好香好香 香不香 香哦 来 吃吃吃 吃吃哦 等等哦 等等哦 妈妈能好给你吃哦 好的 也是很喜欢吃的 小妈妈 哎呀 不用去吃吧 吃了 不用客气了 吃吧 好子欣提客气呢 给他吃东西 他还要谢谢 给你们看看里面 这样看 看不到里面 真的香的 哎呀 甜果 太香了 嗯 太香 嗯 太香了 哎呀 我现在嘴巴 好点了 但是 我也不是 不敢这样吃 有点害怕疼 不止 不只是嘴巴疼的 这个啥的也疼 又估计也起泡了 嗯 太好吃了 叫命 啊 嘴巴太疼了 如果不拍视频 我就不吃了 太疼了 就是命了 拍视频 叫大家支持一下 啊 我的甜味 你这么疼都要吃 嗯 真的好吃 喜欢这个甜味 我的朋友呢 可以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观看视频 谢谢点赞和关注 拜拜啦